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还是从外观看起 那在前脸上最具辨识度的依旧是这两条龙须的设计 在腾式N8的上面它不像腾式N7会提供两个选择 那目前来看根据厂商的说明它们也就是这一种 不过我觉得这挺好的 因为它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这点我也是非常喜欢 来到车身侧面之后 通过它的车顶线前就不难发现 它一定会比腾式N7的内部空间大了不少 一会咱们进去再验证一下 但是通过它的轮圈咱们也可以看出 它也保留了一定的运动性 首先就是它配备了米其林的PS4轮胎 另外轮圈的尺寸也达到了一个21寸 而且它的刹车卡前也是Brambo代工的 这些都意味着它在搓控上 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咱们一会在开起来的时候 也会去好好地体验体验 再往后就是这个地柱上非常精致的标识了 这能让人大老远就能看出 这是一台腾式N8 它的尾部也是有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贯穿式尾动 在晚上点亮之后 它的视觉效果也会非常不错 那另外它的充电口是在车身的副驾驶侧 它是支持一个90千瓦的快充 这点对于一款混动车来说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不错的 来到车内也不难发现 腾式N8它的豪华感 做得依旧非常的到位 包括它整体的用料以及做工 甚至是空调厨风口 这种水晶材质的感觉 给人的感觉都非常的高档 另外在配置上也是维持了N7一贯的这种大屏的感觉 不过它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方向盘是一个游戏的方向盘 它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与前轮彻底的脱离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轮胎磨损的问题 另外上面也有这个ABXY的四个按键 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体验 另外它的车机系统里边也配备了KTV的功能 而且原车就会给你一个麦克风 那有了这些配置的加持 可以说在娱乐方面它是全部拉满了 那后排无疑就是同时N8最大的亮点了 在后排它会提供这种两个独立座椅 也会有这种贯穿式的座椅 来适应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要照顾孩子的话 那无疑是这种贯穿式的座椅会更加方便一些 另外在配置上 它的第二排不仅有座椅的通风 加热还有按摩功能 另外在两侧都给你提供了这种小桌板 在上面也会给你开一些手机槽啊 背架槽啊还有钢笔槽 这个钢笔槽也可以用来放iPad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另外在两个座椅中间 它还会提供一个60瓦的充电 另外这还有一个非常巧思的背拖设计 那整体配置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空间方面呢 我身高1.8 前排坐姿位已经调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腿部此时能够拥有一拳三指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在头部呢也有四指的这么一个空间 这空间虽然不大啊 但因为我的脚可以伸到前排的座椅下方 所以整体坐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发现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地方 就是它并没有采用NT的迪瓦雷的音响 这个单打音响虽然也不错啊 但是少了迪瓦雷的加持总感觉有一点 遗憾 来到第三排首先需要承认的就是 它的座件真的非常的柔软 而且靠背也很柔软 那不足的就是它的空间了 在前排我已经调到了两指的左右的距离情况下 我才勉强可以坐进来 不过它的配置是非常的不错啊 包括阅读灯啊 空调出风口啊 甚至背拖这些都给你备齐了 那对于货备箱来说 在第三排座椅打开的情况下 它的储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 像我们常见的这种灯机箱 基本上就只能立着放在里边了 但是这也没办法 毕竟空间有限嘛 但是如果你想要空间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把第三排座椅收起来 平常就把它当作一个大四座或者大五座设计来用 我觉得这对于大部分的效率来说 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那将它开起来之后 还是先说两个比较关键的参数啊 首先就是它的纯电续航 NEDC是216公里 这个也是现在的普遍水平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动力 是4秒级的动力 这个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 还是非常过剩的 而且刚才我们一看 它的轮胎也是265的宽度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啊 那在驾驶感受上 首先就是它的方向盘是偏沉的 即便是在舒适模式下 在低速的时候也会比较沉 这对于一些女孩来说 有可能会比较费力 我相信在未来正式上市之后 这个有可能也会进行重新的标定 那在底盘方面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套云点C的系统 它和腾10N7那套云点A不同的是 它并没有搭载空气悬架 你可以简单的将这套云点C系统 理解为一套进阶版的CDC自适用悬架 它是可以自适用的去调节悬架的阻离的 那开起来感觉确实也很爽啊 尤其是在定线呀或者拐弯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这套悬挂 对于车身的支撑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对于我这种比较爱开车的朋友来说 它已经是加分项 在支架方面 这台车搭载了同时Pilot系统 它也是支持可以打转强灯 自动变道 用下来非常非常地方便 另外这台车也可以选装脱钩 它是有支持1.5吨的头发能力 这样在露营的时候 你就多了一种玩法 经过简单的体验 我觉得同时M8真的是一款 非常有意思的车修 我帮你们算算啊 它前排的游戏功能 能够让它变成一个电竞房 后排的两个独立小桌板 加两个独立座椅 又能够让它变成一个移动的办公室 另外六清兰的外放电功能 又能够帮助你打造一个户外厨房 这么一散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另外它在能够帮照顾全家的同时 又能够满足你一个人的代步需求 这么一看 30万能价格你会选择它吗 30万能价格你会选择它吗 一看 earli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